因为今天要出去办事 这是比较正确的场合 又希望有一些气场 所以画一个颜色比较鲜艳的口红 但是又不想给别人那种特别犀利的感觉 所以今天选的是YSL新印记丝绒纯露里面的10号色 这个颜色呢 它是红色系的 但是又加入了一些粉色 或者说是一点点霉红色 这样的话呢 涂上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犀利 然后会有一点可爱 更增加一些亲近感 最近我特别喜欢用这个系列口红 是因为它整体的质感是非常非常水润的 但是它肝里头又是这种雾面的质感 所以去一些正式场合 我觉得是挺适合的 而且这个10号色 它是红色系里面的 所以涂上以后会比较显白一些 然后今天穿的是这件姜黄色的衣服 其实也会比较衬肤色 整体给人一种比较干练 但是又有一些活泼的这样子的感觉 我今天用的是这款YSL的勤挑右纹密唇露 这个名字很长是不是 但是其实它名字当中的每一个词 都在说这款产品它的特点 设计超级贴心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刷头 就是设计成一个嘴唇的形状 看上去就特别的可爱 而且它这个刷头就是很像棉花一样 绵绵软软的 但是又很有弹性 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尖 可以去画你这个嘴唇的边缘部分 然后为什么说是蜜唇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味儿 每一款都有那种水蜜桃味儿 就很像是糖果的味道 然后有一次我不小心吃到了 我发现它真的是糖果味儿 就是你涂上嘴以后呢 嘴唇就感觉好像很滋润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的这个款里边 是有70%的润唇精华成分 所以它不光是一款口红 同时它也兼具了润唇膏这样子的功能 反正涂上去的体验感就特别的好 那我现在已经画好了 我就准备出门啦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支口红是这款 还是它的勤挑诱纹蜜唇露这个系列的 当然我今天用的是10号色 因为你看我今天穿的 就是有点学院风 所以今天涂了一个比较青春的颜色 是10号色 这个颜色非常的粉嫩 但是又不会太鲜艳 所以我觉得我们黄皮肤的人涂也是很合适的 然后这个系列的唇釉 我觉得它特别的适合涂那种咬唇妆 就是中间比较深 然后外边慢慢晕开的那种效果 看上去会更加的甜蜜一些 因为这款它的滋润度非常的高 有很多的润唇精华成分 所以它涂上之后就很轻薄 我以为它的持久度和遮盖力会比较差 但实际上涂上以后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 大概保持四五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确实不能持妆一整天 就是没有新印记丝绒那个系列那么持久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持妆八个小时或者十二个小时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随身携带 中间可能需要鼓一次 今天是我推荐第四款 我觉得很适合春夏的口红 是千碧的蜡笔小胖唇膏笔 我用的这个色号呢是它的baby系列的 也就是颜色比较粉嫩可爱的这个系列里边的01号色 叫做popping poppy 大家看这个使用程度就知道我有多常用它 其实已经是我用完的第三支了 它涂上嘴以后呢 除了很滋润起到润唇膏的作用以外 它其实是会变色的 它的变色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嘴唇的温度 还有当时的湿润度 包括pH值 然后每个人涂上都会有不同的颜色呈现 那因为今天我是想要出去运动 所以就不想浓妆厌抹的 不让路上一起运动的人会觉得很奇怪 这种运动怎么还化个大浓妆 我今天涂了一个VSL的比较水润的口红 因为一会儿湿色的时候需要擦来擦去的 我就涂了一个比较容易擦掉的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第四款唇膏 但是我还没有买 但是我已经中藏了 拿了三支口红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都还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 都是红色系的 134这个颜色是秀质推荐 所以一定要试一下 还有我比较想试这个偏橘色的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我的黄皮 这个非常适合夏天的黄粉嫩嫩的颜色 这个是315的颜色 我先试这个最薄的颜色吧 134 它的质感超轻薄啊 感觉很绵软 它不是那种特别水的那种 它有点绵软的感觉 但是完全不有力 但是它搬得非常快 它这个刷头 会自动弹起 这个还是挺好的 不用你搭出来 很显气色 涂的不是特别的仔细 所以 但是光看颜色觉得还蛮好看的 不错 好 下一个颜色 第二颜色我要涂这个 我想试的橘 偏橘颜色的 515号色 刚涂上感觉有点 荧光橘 我觉得这个超显白 我觉得很好看这个颜色 很水火的感觉 很美很美 这个很好看超显白 然后觉得皮肤都变好了 好看啊 最后来试这个比较粉嫩的颜色 我觉得很适合年轻可爱一点的东西 就是这一款315号色 非常的桃 这感觉好像五招桃花玉的 补上以后感觉特别的轻薄 但是 但是显瘦度还挺明显的 哇 美美 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它的光泽 就特别的水润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像YSL 我之前推荐的那种 就是完全就是水的感觉 它又有点绵软 但是不会油腻 哇 好闪 但是它没有亮粉 不是亮粉的闪 就是那种水润的闪 一共是这9款颜色 我觉得红色系的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吧 而且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你看 你塞子就全都拆下来了 而且没有用西装液 但是它在嘴上显色度又还可以 看 蹭蹭就好了 前面给干了 前面这三个比较红的颜色 就很容易就擦掉了 然后就只能擦成这个效果了 好了 那我分享的适合夏天的五支口红 就到这里了 其实是四支加一个系列 我觉得每一款都有它适合夏天的特质 没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 还有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合适自己的 其实好看的颜色挺多的 相信你会在我的这些推荐里面 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 美美的过夏天 然后后边呢 除了适合夏天的口红 后边我还会分享适合夏天的穿搭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